这是一只什么狗 有些懂狗的朋友可能会说 这明显是一只拉巴拉多犬嘛 但是我告诉你大错特错 实际上这只狗是一只比特犬跟拉巴拉多犬混血之后的后代 那么它的性格如何呢 这只狗性格非常奇怪 胆子非常小 既不像比特犬那样性格非常凶猛 见到其他的狗就想上去PK 也不像拉巴拉多犬那样非常胆大自信 这只狗性格极度敏感 有人可能会想胆子这么小的狗 那么它一定非常温顺吧 像这种性格比较敏感的狗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平常看起来的确是非常老实 但是一旦受了惊吓 它就有可能会反口咬人 很多胆小的狗就是这样的 性格极度敏感 比如你从它身边经过的时候 一不小心让它受惊了 它有可能突然间就会咬你一口 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所以玩狗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有些混血狗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同时有的混血狗性格是不可控的 就像这只狗一样性格非常奇怪 这只狗我已经养了大概有5年多的时间 但是它跟我一点也不熟 我只要把这个铁链一松开 它立马就会逃跑 您可以看见它待在我身边感觉也是非常不安的 对我有一种恐惧感 并不像见到一般的主人那样非常高兴的感觉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分辨一只狗是纯种狗还是混血狗呢 我告诉您从外观方面是无可辨别的 根本分辨不出来 有的混血狗外观就是跟纯种狗一模一样的样子 如果这只狗没有血统证书 你又想知道它到底是否是纯种狗的话 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 那就是给它做一个回血繁育 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近亲繁育 比如用它去搭配它的兄弟姐妹 做二乘二的回血繁育 做这种繁育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把它隐性基因彻底的爆发出来 比如它主上有比特犬的基因 那么做了二乘二的回血繁育 它比特犬的基因就有可能彻底的显现出来 它有可能会生一只比特犬出来 但是如果这只犬再去混血拉巴拉多犬的话 那么它的后代会更加像拉巴拉多犬 同时它比特犬的基因还是会潜伏在它后代的身体里面 有可能还是会出性格非常强势的狗 所以玩狗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你眼睛看到的事实并不一定是事实 你眼睛看到的是纯种犬 它其实并不是一只纯种犬 最后说一点 咱们养了很多狗 但是咱们是不卖狗的 谢谢收看本期视频